第一集 增发术 全身毛发迅速增长 共享 你的身体状态被对方完全分享 沉默 自身语言功能完全丧失 皮卡丘 对方语言转化为皮卡丘语言 嘲讽 无条件吸引所有火力 分解 随意摘除身体部位而不死 黑暗隐身 没有一丝光的情况下隐身 百分百被空手接白刃 使用刃类武器 百分百被对方接住 千年杀 捅菊花必重 肉球 使用时身体无限制产生脂肪 大海无量 使用后效果延迟 随机命中某人臀部 将之炸飞 心中斩首之术 将对方埋在土里 使之产生被斩首的感觉 引雷术 雷雨天气 引下大量雷电 无差别攻击敌我双方 尸身不符 死后身体保持栩栩如生的状态 李牧 李牧是一位实习原梦师 就职于万界原梦公司 主要工作呢 是帮助客户实现梦想 和地球上虚假的 暂时满足人们精神幻想的 私人定制公司不同 李牧真的可以帮助客户实现梦想 无论梦想多么的匪夷所思 他喜欢这份从天而降的旨意 但是 每次翻阅公司提供给实习原梦师的 超能力列表 都会让他有种无比蛋疼的感觉 那些传说中的不死之身 飞天遁地 偷尸 隐身呢 转正之后才有吗 实习原梦师 活该受其事吗 废物一般的能力啊 Shit 这些废物超能力 怕是没有十年脑穴穿 设计不出来吧 一片白茫茫的空间 如梦似幻 无以计数的泡泡 悬浮在空间上方 泡泡里 流动着一幕幕的影像 影像的内容 大多是地球上影视文学作品的所有 那些或者豪放 或者惊险 或者奇妙的伟大作品 在泡泡里 画成了一个又一个真实的世界 这片梦幻的空间 是万界圆梦公司的总部 此时 李牧 坐在一张科技感十足的办公桌 后面 接待她的第一个客户 客户是个年轻女孩 叫做唐若悠 二十岁出头 如花似玉的年龄 正是女人一生中最耀眼 最闪光的时段 她有一张略显圆润的鹅蛋脸 五官精致 画着淡淡的妆容 马尾便在脑后高高挑起 只有几个字母点缀的简单白涕 和破洞牛仔裤随意地搭在身上 肆意地挥洒着少女的青春和活力 看着容貌 大概可以打九十分 李牧眼神尽量保持在 唐若悠的眉宇之间 唐小姐 请再次确认 你的梦想呢 是怀上李循环的孩子 对吗 虽然她只是个圆梦公司的实习圆梦师 但她必须表现得像个专业人士 虽然唐若悠的愿望很扯淡 但她一定不能露出任何异样的表情 因为一旦发酵 这单业务十有八九回黄啊 这可是李牧的第一个客户 关乎她的转正大业 由不得她不慎重啊 唐若悠好奇地打量了周围的环境 显然没有听到李牧的话 李牧轻咳一声 提醒走神的客户 我说唐若悠小姐 我呀 是帮你实现梦想的圆梦师 请你再次确认梦想 怀上李循环的孩子 并愿意为此支付两个圆梦币 对吗 不要说得那么粗鲁 准确地说 我学校的愿望是 和李循环演绎一场 荡气回肠的浪漫爱情 并且和她拥有一枚爱情的结晶 改变她悲情的命运 倘若悠微微皱眉 重新强调她的愿望 她打量着李牧 灵动的目光里充满了探究欲 这是什么地方 哎呀 女人的虚伪啊 荡气回肠 还爱情 结果还不是一样 这只有女人的脑袋里 才会有什么浪漫的爱情 这男人的脑袋里 应该只有屁股 合着客户讨论 爱情观价值观 那是愚蠢的行为 李牧呢 保持着微笑 哈 这里是万界圆梦公司 我们公司的宗旨呢 是帮助客户 穿越到其他世界 最终 帮助客户实现梦想 穿越 唐若幽关注的重点 显然不一样 她的呼吸有些急促 我也可以穿越 像晴川若曦一样 哼 喜欢青川剧啊 爱做梦的傻白甜吗 那么 有这样的愿望 也就不奇怪了 李牧在心中 分析客户的潜在性格 小能 谭小姐 实现一梦想的未面呢 是小李飞刀的时间 理论上呢 应该是明朝 不管青朝明朝 只要是古代 什么朝代都可以 唐若幽的眼睛 亮起来 哈 你同意就好 李牧喜欢着 头脑简单的客户 他笑着看了看 唐若幽一眼 顺势从桌兜里 抛出两份协议 那 韩小姐 请仔细阅读协议 没有疑问呢 在下面的签字处 签上名字 咱们的合同啊 就算定下了 然后啊 我会尽全力地 达成您的愿望 如果对合同有异议 或者你打算放弃 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请从旁边的门走出去 可以啊 继续原来的生活 这里发生的一切呢 你会忘得一干二净 旁边 是一扇无依无靠 仍旧可以站立的门 彰显着万界圆梦公司的 强大和神迹 李牧当然不希望客户放弃了 他目光灼灼地看着唐若悠 寻寻善诱道 唐小姐啊 像这样奇幻的人生经历呢 一辈子 或许只能遇到一次 希望你能慎重选择啊 唐若悠拿起了协议 仔细阅读上面的条款 边看边问 真的可以穿越啊 当然了 李牧的 有危险吗 嗯 协议范围内呢 我会尽一切可能 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李牧手指交叉了 当然了 你要是做出特别出格的事情 比如 擅自脱离了我的保护范围 因此出了事 那公司是该不负责的 会不会被外人知道 为每个客户保守秘密 是圆梦师的义务和责任 李牧露出了服务行业 标准的八颗牙齿的笑容 那就没问题了 倘若悠笑了笑 龙飞凤舞呢 在两份协议上 签上他的大名 兴致勃勃地问 现在出发吗 三天后 准时出发 唐小姐 你有72小时的准备时间 确认了合同上的签字 李牧彻底把心放到了肚子 他飞快地盖上 圆梦公司的公章 微笑着把其中一份 递给了唐若悠 唐小姐 为了达成你的梦想 我们呢 会进入那多情剑客 无情剑的世界 我呀 需要提示一些 穿越注意事项 请你无比劳静 倘若悠点点头 示意李牧继续 李牧道 第一呢 创业过程中 除了随身衣物 你最多可携带 不超过一公斤的私人物品 第二 达成梦想的过程中 你有权力提出自己的建议 但大多数情况下呢 请配合袁梦师 第三 抓紧时间 阅读小李飞刀的小说 熟悉剧情啊 对达成你的愿望 有极大的帮助啊 就这些啊 唐若悠 眨动了下眼睛 是的 李牧耸耸肩 小道 虽然公司呢 对穿着没有要求 但作为帮你实现 梦想的袁梦师啊 我个人提醒啊 小李飞刀的世界背景 是明代 细节呢 是冬天 你最好提前准备好 明代样式的预寒衣物 这样啊 对快速融入世界 更有利啊 没问题 三天后见 唐若悠接过合同 笑着看了李牧一眼 站起来拉开门 走出了房间 唐若悠离开后 那扇凭空而立的房门 也随之消失了 整个空间 成了李牧的世界 李牧的心情瞬间绽放 他用力谈了一下 挺阔的合同 眉宇之间掩饰不住的兴奋 哎呀 终于有任务了 啊 转正第一步 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啊 好半天 李牧才冷静下来 他把合同 郑重地放在桌面上 合同呢 像是融化了一样 没入了桌面 紧接着 透明的桌面上 帮助了解情 并怀上他的孩子 任务难度 一行 任务状态 未完成 李牧看过无数次个人面板了 但这一次 属性面板有了新的变化 多出了任务提示 条目 没错 李牧的属性 就是传说中的战无渣呀 但是他并不在意 机缘巧合进入圆梦公司之前 那李牧就是个普通人 有这样的属性呢 太正常了 他真正在意的是转正 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从云云众生中跳出来 成为万界圆梦公司的正式员工 李牧也不可能一直是战无渣 实习圆梦师 可以通过完成任务后 得到圆梦并 提升三维属性 最终 让他从一个普通人 变成超人 这是万界圆梦公司 给员工的福利 也是李牧奋发向上的动力 实习任务一共有五次 允许有一次失败 也就是说 李牧成功帮助客户 实现四次梦想 就可以成为正式的圆梦师 享受更高级的福利 当然 实习任务一旦失败 李牧也会和放弃签订合同的圆梦者一样 被洗掉所有圆梦公司的记忆 回到城市 继续做一个普通人 不知道万界圆梦公司 通过什么方式挑选了实习员工 但在李牧之前 已经有七任圆梦师 在实习阶段被淘汰 三个在任务中死亡 四个重新沦为的普通人 七个人中 成绩最好的一个 也不过是完成了三个人物 李牧推测 前辈们的失败 十有八九要归结到那些 盖死的金手指上面 超过百分之四十的死亡率 这足以证明 圆梦师是个高危之业 不过李牧不怕 改变命运成为超人 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救 李牧一点都不想被打回原形 度过一个平平淡淡的普通人生 他要走上人生巅峰 超越捷克马 脚踢绿巨人 所以实习任务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所谓的男追女隔坐山 女追男隔层沙呀 而且这倘若有天生 有两个吸引男人的优点 这应该是个送分的任务啊 小李飞刀的世界 装配什么样的技能合适呢 你说 李牧轻轻地扣机桌面 关闭了个人属性面板 拉出了十夕圆梦师 可以使用的技能列表 在里面寻找可以帮助他 完成任务的技能 是的 不仅技能拉击 而且只能装配两个 该死的圆梦公司 对实习员工的确非常苛刻啊 不过 这有总比没有强啊 至少目前 李牧需要这些废物能力 来完成他的实习任务 更高级的超能力列表 对他是隐藏的 转正以后 才能看到和实用 目前 这些废物能力 就是李牧的金手指 或者说 是镀金手指 结合多情剑客的剧情 李牧选择了 百分百被空手接白刃 和金盾两项技能 技能列表中 也就这两项 能勉勉强强地 适合这次任务 话说这百分百 被空手接白刃 是个超强的控制机 使用所有的任类武器 百分百被人接住 缺点非常大 控制他人的时候 自身同样被牵制 几乎没有攻击力 不过 在武侠世界 这无疑是个 保命的好招数 一定要选上 至于听起来 很高大上的金盾 那和奇门盾甲中的盾术 没有一定量的关系 公司的金盾 准确地说 应该叫做前盾 这技能描述啊 是这样的 金盾 钱能通神 没有钱 解决不了的问题 付出金钱 可以指定他人 为你做事 而这成功性呢 是金钱的多寡决定 成功后 效力稳定 哎呀 这现实世界中 这同样是个 坑爹的技能啊 没钱的人 用不了 有钱的人 完全不需要啊 而且 这技能描述中 还涉及到了成功性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 万一没有估算好 对方的实力 和使用金钱的多寡 这极有可能会失败 在这动辄拔刀子捅人 完全没有道德和法律 约束的古龙武侠事件 技能失败的后果 简直无法想象 这金盾 是名副其实的 可金技能啊 第二集 我是李牧 万界圆梦公司的实习员工 我当前的任务 是给宋魏达人李寻欢 送一个妹子 万里冰雪 冷风如刀 小李飞刀事件 关外通向关内里 一座小镇客栈 唐若悠出现后 李牧的内心独白 被强行打断 两人是大眼瞪小眼 李牧头戴披肩的假发 裹着填充鸦绒的 明带款式的棉衣 斜挂着一个包裹 拎着一柄造型 华丽的长剑 扣死着一个 古装的少年侠客 而唐若悠呢 梳着简单的马尾 穿着一身 白色的碎花连衣裙 轻轻爽爽 透心凉打满 他的手里 甚至还端着一杯 加冰的奶茶 看到客户这副扮相 李牧已经明白 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他的任务难度 被迫升级了 诶 唐若悠 你一点准备都没做呀 李牧是不甘心地 问出了一句废话 而唐若悠呢 是傻傻地 看着周围的环境 准备什么 我提醒过你很多次了 李牧无奈得到 而且你带走了一份合同啊 实习袁梦师的经验 还是不足啊 此刻体现得淋漓尽致 他没有为客户强调 这穿越世界的危险性 和真实性啊 可是 我以为那是做梦 唐若悠是环顾左右 张开了双臂 兴奋地转了个圈道 现在应该也是做梦吧 外面冰天雪地 我一点都不觉得冷 真是个有意思的梦 剧情这样能连起来 太神奇了 李牧回想了一番 自己进公司式的情景 提醒道 我说唐小姐 你应该是在清醒状态 被传送进公司的吧 而且 你缺心在喝奶茶的时候 睡着了吗 很遗憾地告诉你啊 这不是做梦 看到这层保护罩了吗 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过渡 在保护时间内 外面的世界啊 无法影响到我们 可是五分钟之后 我们会真正地进入 小李飞刀的世界了 不是做梦 唐若悠是怀疑地问 他的手 悄悄掐自己的大腿 用最原始的方式 检验是否做梦 感觉真实 疼啊 最关键的一点是 没有从梦中醒来啊 唐若悠的脸 微微泛白 李牧撇嘴 喂 眼睁出来了 唐若悠没有回答李牧 他想起了另一件 更可怕的事情 颤生问道 我脑海里的协议 也是真的 李牧无奈地说道 唐小姐 你从没怀疑过脑海里 多出了一份协议 是多么奇怪的事吗 唐若悠是兴奋地道 我们真的穿越了 对 唐若悠眼睛闪闪发亮 带着试探性的语气问 我真的可以和大帅哥李循环 演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李牧看了他一眼 眼头 当然 你们呢 还会拥有属于你们的 爱情结晶 唐若悠的脸 一下子红了 瞪着李牧道 当我初见美好的时候 你能不能不要 总听那些 让人恶心的事情 恶心 李牧扬了下眉毛 说道 唐小姐 请你尊重你的梦想啊 这段旅程开始之前 我想再次请你确认一点 不管过程是什么样的 我们最终的目的 便是让你怀上李循环的孩子 只有达到了这个结果 我们的协议才会终止 虽然是我的梦想 唐若悠看着外面新鲜的世界呢 但是真正要实行的时候 还是感觉好羞耻啊 哎呀 李牧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了 唐若悠试探着问 我可不可以反悔啊 当然可以反悔 可是 那样的话 这李牧的第一单业务 可就黄了呀 这契约精神 在你的心中就那么不值钱吗 你在回我的未来呀 李牧是默默地看了眼唐若悠 暂时屏蔽了良心 回想圆梦公司远大的前程 和任务失败的前辈们 李牧是深吸一口气 映下了心肠闹 当你在协议上签字的时候 已经没有反悔的余地了 唐若悠小姐 签合同的时候 我提醒过你认真考虑的啊 当时我以为是在做梦 你知道梦里的人 会没有那么多理智的 唐若悠像是看猴子一样 观看着外面的武林人士 他凑近了李牧 拉住了他的胳膊 眨动着大眼睛祈求道 小哥哥 我们只和李循环谈恋爱 不怀孩子好不好 哎呀 坑鼻顾客啊 只谈恋爱不怀孩子 耍牛芒的 李牧是比一的扫了眼 贴近他胳膊的柔软 微微一笑道 不好 吕诗不转的必杀计 竟然失效了 这唐若悠是猛地 甩开了李牧的胳膊 怒道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你怎么能逼我做那样的事情 我还是个女孩子好不好 我才不要回魂闲运 换上一个陌生人的孩子呢 哎 白痴 李牧无语 思索他现在的处境 也许 前辈们的失败 可能不光是困难度的问题 还有客户的原因吧 但在他这里 是不允许有失败一说的 李牧呢 是面无表情 唐小姐 在圆梦协议书上签字之后呢 如果不达成你的梦想 我们两个 都会被困难这个世界 谁也没办法回去 倘若悠瞪着李牧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呢 即使不能回去 我也不要怀上李循欢的孩子 好吧 我纠正一下我刚才的说辞啊 李牧看他一眼 笑得像个魔鬼 是你啊 不能回去 作为圆梦师呢 我 最多只算是一次任务失败 少拿一次提成而已 我呀 还是可以回去的 你骗我 倘若又看着他 抿了一口手里的冰奶茶 魂不在意 不回去也无所谓啊 穿运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穿运 李牧哼了一声 看着一脸天真的奶牛妹 汤小姐 你既然当初 取下了怀上李循欢的孩子 那样的愿望 应该了解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吧 武力至上 对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 杀人是家常便饭 没有法律 没有道德 当然 也没有电力和WiFi 你呀 可以试着幻想一下 生活在这里的场景啊 为了业绩 李牧屏蔽了良心 开始恐吓他的客户了 倘若又的脸色微变 他硬着头皮死撑道 我是现代人 拥有领先他们 一千多年的知识和文化 即便你把我留在这儿 我也能活得很好 就像晴川若曦他们一样 你烦体字几集啊 李牧突然问 肥皂的配方是什么呀 这个 这个 你有银子吗 这里啊 连姨妈金都没有啊 看到那个紫红脸的胖子了没 金氏标局的诸葛雷 如果出去后啊 他强迫你做些违背你意愿的事情 你用什么手段反抗啊 李牧指着桌子边的剧情人物诸葛雷问道 这五分钟的隔绝保护 他们可以看到异世界的人 可外面的人呢 却接触不到他们 倘若又下意识地 看向正在和属下谈笑风声的诸葛雷 粗鲁 丑陋 肮脏 透着透明的罩子 仿佛都能闻到他身上散发的臭味 想象了一下 被他抓住的可能性 这倘若又是禁不住打了个哆嗦 小脸煞白 先想吧 这是真正的江湖 不是读上了一层美丽外衣的电视剧 如果你读过某些暗黑流作者的武侠 里面那些女侠的凄惨遭遇 才是事实啊 现实世界中 反派们 不会为主角保留女主的第一次的 李牧是悠悠地说道 假设你运气十分好 侥幸躲过了诸葛雷的毒手 逃了出去 这个没有导航的世界 我估计你连路都不认得吧 我想 冻死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 当然 也有可能是饿死 我不认为你具备野外生存的能力 理想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李牧用残酷的现实是一针针戳破了唐若悠 幻想出来的美丽的肥皂泡 唐若悠是嚎啕大哭啊 在李牧的咄咄逼人的质问下 唐若悠赫然发现 脱离了熟悉的生存环境 她什么都不是 穿越小说 竟然都是骗人呢 唐小姐 你还可以哭两分钟啊 李牧抬起手腕 看一下时间 两分钟后 把护照就会失效 我们呢 就会进入小李飞刀的时间 我再问你一次 你确定放弃冤枉吗 没有别的办法了 唐若悠感觉有些委屈 试探着跟李牧商量 你替我想想 咱们找找合同的漏洞 说不定能避免呢 我是拆二代 在盛厅分了二十三套房 你让我回去 我补偿你所有的损失啊 什么样的补偿 能抵得过 袁梦公司的职位啊 而且 就你这样反复无偿的样子 能有补偿 骗鬼呢 和袁梦公司的广袤前途比起来 你这拆迁女算什么呀 李牧是断然拒绝 除非达成你的梦想 否则 没有任何办法 让你离开这个世界 倘若悠沉默了 看看客栈里的江湖人士 又看看李牧 表情挣扎 艰难地坐着抉择 李牧轻壳了一声 眼神飘忽不定 唐小姐 能跨越时空实现梦想 千年难遇的幸运 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啊 梦想实现了 将是你一辈子的美好回忆 后悔了呢 几粒药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嘛 到时候 你继续做那无忧无虑的拆迁女 幸福快乐地生活一辈子 那你不说 没有人会知道发生过什么事吧 这一刻 李牧就像是个 拉良人下水的败类 果然 良知道德什么呢 脱离了稳定的社会秩序 什么都不是 而这句话 成了压倒梁若悠的 最后一根稻草 他咬牙瞪着李牧道 甲南 关我什么事啊 李牧笑了两声 掩饰心中的尴尬 我说唐若悠 那愿望是你许下的 协议呢 也是你签的 那我 只是帮你实现愿望的圆梦师啊 我可以带这个世界的东西 回地球吗 也许是被李牧说动了心 也许是穿越吸引了唐若悠 他擦干了眼泪 开始从中寻找好处 和可怕的穿越比起来 私底下怀个月 有什么呀 不是不能接受 就当被蚊子 盯了一口吧 而且 这说起来 那真的还是他的梦想啊 不超过一公斤 李牧道 你会保证我的安全对吧 唐若悠问 听我的安排 就可以 李牧道 好 我答应你啊 唐若悠看着李牧 像是要把他的样子印进脑海里一样 咬牙切齿地说道 发生在这里的事情 我不希望第三个人知道 当然了 李牧送了口气 笑道 那我们签署过协议的吧 你叫什么名字啊 唐若悠问 李小白 李牧看着眼手里的青莲剑 随口编了个名字 青莲剑 是公司提供的道具 酷似某宝上的游戏周边 长 一米二 严格按照游戏里的造型段造 要多华丽 有多华丽 这是李牧为了配合百分百被空手夺白刃的功能 特地挑选的武器 和实习技能一样 万界圆梦公司 为实习圆梦师准备的 同样是一些华而不识的东西 唐若悠唬着脸问道 真名 李牧笑道 假的 所谓人在江湖飘 化名最重要 武侠事件 名字什么呢 还不要紧 但万一以后遇到了什么 高等级的武侠世界 这巫术妖术一大堆 知道名字就能骤人 这用化名 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况且 以后还要和客户在一个世界生活 他这种欺瞒客户的行为 这鬼知道 会不会遭受客户的记恨呢 唐若悠认真地看着李牧的脸 冷声道 会记住你的 记住也没用 李牧压低的声音 渐兮兮地说道 我爸告诉你啊 这张脸呢 也是假的 唐小姐 咱们是一次性的合作关系 协议完成后 不会再有机会见面的 你 第三集 本来这五分钟的隔离时间 是用来和客户沟通 商量策略的 可是现在呢 完全被浪费掉了 没等李牧和唐若悠商议接下来的策略 这温度是骤然降低 两人悄无声息地 融入了小李飞刀的世界 没有现代化的供暖系统 边塞客栈里的温度 大概在零下七八度 小火炉里木炭燃烧 发出了噼里巴巴的声音 但散发出的微弱热量 根本支撑不起来 这整间客栈的供暖 冷风一吹 唐若悠近不住地打了个哆嗦 习惯了冬暖夏凉的科技世界 他哪遭过这种罪啊 唐若悠不由自主地 描向了李牧的棉衣 他抱着胳膊 哆哆嗦嗦地说道 李小白 我是你的客户 你一时不是让给我啊 我要是冻命了 你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你病了 能治 我病了 咋都得死啊 李牧警觉地打量着客栈里 背刀带剑的江湖人士 果断拒绝了唐若悠 这是李牧第一次带客户穿越 标配两个垃圾技能 不仅要自保 还要保护他的客户 并且完成任务 表面温如老狗 内心是慌得一皮啊 卑劣的男人 唐若悠瞪了李牧一眼 想反驳 却不知道说什么 进入李寻欢的世界后 他的命运已经由不得他做主了 虽然李牧要逼他完成 那么羞耻的任务 但他能依靠的只有李牧 他可不想独自面对 这个可怕的世界 唐若悠选择性地忘记了 怀上李寻欢孩子的愿望 是他许下的 他只记住了 牵合众前后李牧的两副不同的嘴脸 这是一辈子的教训 李牧是明代人的装扮 但唐若悠从内到外 都和整个世界格格不入 完全打乱了他的节奏 唐若悠皮肤白皙 画着精致的妆容 即便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也不妨碍他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现代的化妆技术和养护手段 完全可以让一个女人 绽放出极致的魅力 更何况 这唐若悠出身富贵 那更是注重保养了 唐若悠出现不到短短一分钟 客栈里的男人的目光 已经在他的身上 扫描了不知道多少回 古龙武侠世界 美色那就是惹祸的源头 唐若悠像是夜晚挂在天空的明月 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江湖侠客们看他的眼神 就像是要把他生吞了一样 唐若悠情不自禁地 向李牧靠了靠 低声抱怨道 李小白你靠谱不靠谱啊 再这样下去 等不到李清欢我就完了 他们的眼神好可怕 我感觉自己就像什么都没穿 你这个样子在古代 本来就和什么都没穿差不多呀 李牧无力吐槽 压低了声音 但你有我呢 你到底行不行啊 唐若悠是咕弄着 贴得李牧更紧了 只有这样 才能让他攫取到一丝温暖和安全感 别靠那么近啊 你循环随时可能出现 如果他看到这一幕 你就别让他生猴子了 李牧是不动声色的挪动身体 你 唐若悠的眼泪差点涌出来 他是又冷又害怕 忽然感觉自己命好苦啊 他倔强地不再靠近李牧 低一声质问道 为什么不去关外通向关内的道路上等李循环 非要来这个肮脏的地方 我不确定李循环会做那条路啊 李牧看着他一眼道 而且 这穿越点必须设定在具体的场所里 那小子 包袱和剑卖给我 让那小娘子过来陪哥几个喝两杯 当了 一声脆响 一小块银豆子丢在了李牧的桌子上 银子是诸葛雷丢过来的 刀口甜血的生涯 让他自以为看人很准 李牧两人体格柔弱 呼吸紊乱 而且没有张法 一看就是两头没练过功夫的肥羊 这荒郊野外嘛 宰了也就宰了 不会有任何麻烦 这二两银子 不过是借口而已 怕什么来什么呀 倘若有脸上血色进退 猛地抓紧了李牧的胳膊 周围的人呢 自动进入了看戏模式 类似的事情发生的太多 他们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拔刀相助吗 你古龙武侠世界里人物的尿性 不坑你就算不错了 李牧朝客栈门口看了一眼 李循欢没有出现 他暗叹了一声 如果倘若又是女主 那这种情况 李循欢一定会及时出现 并且庸雄救美 而后 倘若有以身相许 然后呢 两人洗劫良缘 早生贵子 最后 他顺利完成任务 何夕啊 一切的假设的前提 是倘若又是女主啊 可现在呢 还是要他出手啊 李牧握紧的青莲剑 说道 我说诸葛雷 你给他价低了啊 你认识说 诸葛雷愣住了 今世镖局的疾风剑诸葛雷 生平最得意的事情 是在太行山下 遇到了太行四虎 当时太行四虎说的是 只要你诸葛雷的地上爬一圈 咱们兄弟立刻放你过山 否则 咱们不但留下你这批红货 还要留下你的脑袋 可是啊 当时刀还没有砍下呢 你的剑呢 已经刺穿了他们的喉咙 李牧是漫条丝里的 叙述了他的生平 不比唐若悠 他可是仔细研读了原著的 分析了每个人的性格 唐若悠轻轻地出了口气 李牧的淡定 让他紧张的心情是稍稍缓解 调查 诸葛雷脸色一沉 贺文道 小子 谁派你来的 NPC啊 还用调查吗 李牧歪着头是长叹了一声 嘲讽道 如果没有意外 这件事应该足够你吹一辈子了吧 诸葛雷大怒 小子 你找死 这也只不过是安客户的心而已 不然 谁懒得搭理你啊 李牧是白了他一眼 他要带唐若悠完成梦想 必须要先给他树立强大的信心 这样 才能让唐若悠是毫无保留的信任他 听从安排 诸葛雷 就是那只给猴子看的鸡了 轰的一声 这笑声从四方传来 周围人看诸葛雷的眼光 已经不对了 但更多的人的眼睛里 充满了戏谑 这些江湖人士的眼睛都狠毒了 早就看穿了李牧两人本质不过是两只弱鸡 嚣张的弱鸡只会死得更快 这些年来 他们见多了那不按事事 学会了一两手三脚猫功夫 便出来闯荡江湖的贵公子 他们下场通常都十分凄惨 所有人都仿佛看到了李牧两人的悲惨命 却没有人多管闲事 饭不着为了两个素不相识的人 和诸葛雷作对 只可惜了 那个如花色欲的小娘子呀 小子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今天诸葛爷爷便送你上路 诸葛雷是气急败坏 拔出剑士冲了过来 看见 李牧大鹤一声 青莲剑猛的向上一举 这一刻 李静附体 当时 诸葛雷的剑距离李牧的喉咙 已经不到三尺 李牧的剑才举过头顶 这如果没有意外 李牧的剑砍到他之前 他的喉咙已经被冻穿了 诸葛雷的嘴角 画过了一抹轻蔑的冷笑 蠢货 他表面上是剑术 他表面上是剑术 但实际上呢 却是规则之力 规则的力量 不是人力可抗拒的 诸葛雷的身后 是金氏标具的赵老二和另一个标识 而两人和诸葛雷 保持着相同的姿势 单膝跪下 双手高举 他们面孔扭曲 表情骇然 想挣扎 却像是盯住了一般 怎么动 也动不了 那既然出手了 当然要群库 不然的话 那赵老二从旁边出手 李牧岂不是死定了吗 金手指列表中的能力 虽然废物 但这含金量 不参任何水分 客栈里 来来往往的人 好似被定格的一般 绝都被眼前的 奇怪的一幕给震住了 唐若悠呢 是惊讶地瞪她的眼睛 脱口道 百分百倍 李牧重重地咳嗽离声 打断了唐若悠 恨恨瞪她一眼 白痴啊 这是她的保命绝技 说出来被针对了 还怎么混呢 唐若悠一愣 玄机明白了过来 善善地吐了下舌头 我是谁 我在哪 我为什么会来接剑 而且还用这么羞耻的姿势 为什么我一直要保持接剑的姿势呢 不应该是她的剑刺穿着该死的浑小子的喉咙吗 小子 你用的是什么妖术 诸葛雷脸色发白 颤颤地问着 她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而更崩溃的 是赵老二和另一个雕师 诸葛雷接剑就算了 他们明明什么都没有接到啊 可为什么要和诸葛雷保持相同的姿势呢 不是妖术 是剑术 李牧一字一顿地纠正 唐若悠笑了出来 灰色的客栈里 她的笑容像一朵绽放的玫瑰 但这时 已经没有人关注她了 大部分人的目光 仍旧停留在了李牧 以及贵致的诸葛雷等人身上 发生在眼前的事情 太怪异了 怪异到他们超出了 所有人的认知范围 看起来 就像那诸葛雷三人 配合那个贵公子演戏一样啊 但是 所有人都知道 那不是演戏 唐若悠凑近了李牧 捅了他的后腰 在他耳边闹 金丝甲在他身上 我们要不要抢下来 保密的神器 唐小姐 你不冷吗 比起金丝甲来 你更应该做的是 把他们的身上棉衣扒下来吧 李牧无奈地看了唐若悠一眼 这傻娘们 永远分不清主次 看了一眼 诸葛雷等人身上的衣衫 唐若悠皱眉 鄙夷的道 这还不要 我唐若悠 宁愿冻死 也不会穿这些臭男的衣服 哎呀 李牧无语 不再理会这个蠢女人 她从腰间抽出了一柄小铁锤 对着诸葛雷的太阳穴 试探着比划比划 百分百倍空手戒白刃 只针对刃类武器 他呢 早就做好了第二手的准备 锤子不大 橡胶手柄 八棱的碳钢锤头 整体 约一公斤左右 客户可以携带 不超过一公斤的外物 而实习袁梦诗穿越时 携带的重量 不能超过四公斤 为了携带更多的东西 这李牧选的物件 都是轻量级的 不过 这锤子虽小 抱头 那可足够了 李牧有些纠结呀 来到了武侠世界 他做好了杀人的准备 但没想到 来得这么快呀 锤子在太阳穴 这个天灵盖之间 是来来回回的移动 而诸葛雷的眼珠子 随着转来转去 这惊恐之色 溢于眼表 天气 极度寒冷 汗水却像是涌泉一样 从诸葛雷的脸上冒出来 游走在死亡边缘的感觉 并不好受 咕咚一声 诸葛雷咽下了一口唾沫 丑脸挤出了一个苦涩的笑容 小侠 别撑顿 有事好商量 我身上有 恰在此时 门帘撩开了 一个求然大汉 和一个俊美的中年帅哥 走了进来 求然大汉是边走边闹 少爷 你先接着 我去安排客房 我来个天啊 看到李循环那张帅脸 李牧那一口老血 好玄眉喷出来 什么鬼啊 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等得出手了再来 来洗地吗 啊 这早来一部多好啊 这英雄救美的剧情 我都安排好了呀 第四集 哇 古装将军 好帅啊 倘若悠 也看到了进门的李循环 瞬间进入了花痴状态 双手捧心 是眼都直了 脑残 怪不得会许下 那么白痴的愿望啊 礼目无语 李循环呢 被眼前的一目惊呆了 他眨了下眼睛 什么情况 空手接白人吗 可接完 也该有别的动作吧 这几个人一动不动 是什么鬼啊 没急错的话 这跪在前面那个 是诸葛雷吧 十几年没见 那家伙改行演戏了 你说 看这里 当李循环看过来的时候 李牧师扶植心灵 有了新的主意 他把锤子塞回腰间 兴高采烈地向李循环招手道 是我呀 小白 李循环名头很大 贸然叫破 不利于剧情发展 为了帮他隐藏身份 李牧呢 自甘自降了辈分 小白 李循环茫然地看向李牧 小兄弟 我们认识吗 哎呀 李叔 你可能已经忘记了 十多年前 家师擦点命丧 关外三胸倒下 您当时啊 仗义出手 救下了家师啊 李牧师一本正经地 叙述了子虚乌有的往事 当时我才十来岁 您的萨爽英姿啊 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 再也无法抹去 家师曾再三叮嘱我 遇到您 一定要报答救命之恩 哎呀 三生有幸啊 竟然真的让我 再次遇到了您呢 李牧讲述的是 生情并貌 一个知恩图报的少年形象 越然出现在了 众人的脑海之中 只不过呢 他说话的时候 仍保持着 挥剑下屁的动作 身前跪着的三颗表情 纠结的壮汉 那这样的情形 就有些怪异了 青莲剑下 诸葛雷都要哭了 心说你们叙旧归叙旧 能不能先把我给放开啊 树我眼拙呀 令时时日 李群欢是微微皱眉 啊 家师李静 李牧是黯然叹息了一声 异于去年先逝了 李天王 对不住了 行走江湖 啊 迫不得已 您大人大量 一定不要怪罪啊 李牧在心中祷告 哦 节哀呀 李循欢一愣 拱了拱手 诸葛雷 我的恩人来了 我拿放开你 刚才的事情 就当没发生过 你觉得怎么样啊 李牧只清出了一口气 重新看向了诸葛雷 金丝甲 是好东西 但和完成任务比起来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 而且那金丝甲是不祥之物啊 在争夺金丝甲的剧情中 除了阿飞之外 那任何碰过他的人都死了 李牧只想早点完成任务 不想节外生智 这紧跟李循欢的脚步 让剧情回到正轨 那对他显然是有利的 唐若悠盯着李循欢的英俊的脸庞 面色泛红 仍处在花痴的状态 少侠大人大量 诸葛雷自然遵措 诸葛雷是求之不得呀 身不由己 想动不能动的感觉 还有那羞耻古怪的姿势 让他快要疯掉了 不要偷袭我啊 李牧警告呢 来之前 他熟读了多情剑客无情剑 诸葛雷那是什么性格 他一清二楚 这家伙就是在偷袭了阿飞的时候挂了的 不敢 诸葛雷被看穿的心思 闪闪的道 李牧撤剑 和李循欢套上了交情 有力无虚发的小李飞刀在 他自然不用担心诸葛雷搞鬼 诸葛雷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 连滚带爬地逃离了李牧的身边 抓起掉落在地上的剑 夺路向门口冲水 不准走 看他们想走 李牧固步地招呼李循欢 大声喝了 诸葛雷三人身体一僵 艰难地回过了身 诸葛雷是黑着脸的 少侠 得扰人处起扰人 我们既不如人认栽 但军事标局可不止我们三个人 我管你几时标局有几个人 我刚才说的当事情没发生过 你没听明白吗 李牧是霸道地指着他们刚才坐的那个桌子 一字一顿闹 坐回你们的桌子 该吃吃该喝喝 这才叫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啊 什么逻辑啊 诸葛雷额头的青筋 不由自主地跳动 如果不是担心李牧妖艺的招数 他早就拿起剑和李牧拼命了 要杀要剐他认了 没这么戏弄人的呀 他行走江湖二三十年了 当事情没发生过 这什么时候成了这个意思了呢 喂 我的要求不过分吧 李牧是冷冰冰地强调 他缓缓地把青帘剑又举了起来 这为了任务 李牧也是拼了 强行地往回掰剧情啊 让诸葛雷几个跑了 那鬼知道那黑蛇白蛇还来不来 那不来的话 李循环直接回星云庄吧 那到时候李循环不带他们玩怎么办呢 那波兰起伏的剧情 才是他的优势所在呀 哎呀 赤果果的威胁呀 诸葛雷等人面面相去 恨恨地瞪了李牧一眼 一步一趋地 坐回到了刚才的桌子旁 三人硬邦邦地坐在凳子上 大眼瞪小眼 却再也没了吃饭和说话的心思 李循环 全程目瞪口呆 从靖客栈起 他就一直处于懵逼的状态 而现在呢 就更懵了 出关十年 江湖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吗 你说 来 我这里有好酒 李牧拍了拍包袱 自来熟地向李循环招手 身体力行地 像诸葛雷等人 展示了什么叫做 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但周围的人看他的眼神 已经不一样了 这他妈就是个神经兵吧 不能招惹 少爷 球软大汉铁船甲皱眉 这来历不明的怪异青年 让他感觉不正常 本能地阻拦李循环 哦 无妨 故人之子 不会伤害我的 李循环意味深长的一笑 走向了李牧 船甲 去安排客房吧 铁船甲应了一声 丢给了李牧一个警告的眼神 去找殿小二询问客房的事情了 这位是 李循环看见了唐若悠 问道 啊 我师姐 唐若悠 李牧道 我们的孩子 叫李练悠怎么样 而唐若悠忽然开口 啊 李循环愣住了 李牧是诧异地看着唐若悠 表情怪异啊 好家伙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嘿 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呀 大小姐 你都脑补了些什么东西啊 啊 这之前表现出来的倔强 都是装出来的吧 你的脸呢 身外之物吧你 不过 这对她来说 是一件好事 因为至少这唐若悠 不会不配合了 唐小姐 你说什么呀 李循环是憋了半天问道 啊 唐若悠手足无措 脸红得跟茄子一样 丢死人了 这怎么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啊 我师姐啊 想给你生孩子 李牧才没有唐若悠那份 多多少少的少女心 在一旁是扮演着寥机 李小白 你胡说什么呢 唐若悠是用力跺脚 狠狠地瞪了李牧一眼 李循环苦笑一声 看着唐若悠 表情忽然变得有些痛苦 似是想起了林诗音 她叹了一声 唐小姐说笑了 唐若悠愣住了 这算是婉拘了吗 她又瞪了李牧一眼 仿佛一切都是李牧的错 白痴 李牧无语 唐若悠看着李循环 是磕巴地说道 那个 李大花 我不是那个意思 李循环笑了笑 问他 天寒地冻 唐小姐穿得这么单薄 不冷吗 唐若悠还没说话呢 李牧已经替她编好了理由 你说 舍不相瞒 世界的衣服呀 在沐浴的时候 不知道被哪个顽童给抱走了 不得已才这般穿着 让李叔见笑了 形象彻底没了 该死的李小白啊 这编理由能不能走点心呢 谁大冬天会在野外洗澡啊 唐若悠简直要疯了 在瑟瑟寒风中 这勉强保持着尴尬 而又不失礼貌的笑容 若不嫌弃 李牧的行李中 有备用的衣衫 李循环扫过两人笑道 不嫌弃 不嫌弃 不等李牧说话 唐若悠是忙不低得道 李循环笑了笑 转身出去取衣服 唐若悠 你不是不穿臭男人的衣服吗 李牧是嘴角挂着笑意 再不穿姑奶奶冻死了 唐若悠瞪眼 再说了 帅男人和臭男人的衣服 能一样吗 李牧无语 李星花好猫 好有男人气质啊 两行轻鼻底 不由自主地躺了下来 唐若悠溪了两下鼻子 面若桃花道 给了这种男人 也不是多吃亏的事情吗 白痴啊 李牧禁不住打了个哆嗦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不过 这主动配合的客户 那才是好客户吗 这起码对他的任务 那是有着落量 一会儿的功夫 李循环归来 抱着一件貂皮大厂 递到了唐若悠的手上 唐若悠接过来 披在了身上 一脸的娇羞 行了个不知道 从哪个电视剧上学来的 不伦不立的礼节了 多谢李他话 李循环是尴尬一笔 不用客气 李叔 我请你喝酒 李牧从包裹里 套出了一瓶五粮液 翻过了桌子上两只酒杯 乌冬冬的针满了 话说这李循环 那可是酒鬼啊 五粮液是提前准备好 对付李循环的利器 浓郁的酒香 刹那间在客栈弥散开来 周围的客人 是不约而同地耸耸鼻子 你说 我带驾驶 谢您的救命之恩 李牧端起酒杯 一而尽 在这个思想奇葩的武侠事件 他当然要先表达自己的诚意 他不喝 那李循环误会地下毒 那可就尴尬了 话说这五十二度的酒 很烈 李牧师刺压咧嘴 李循环诧异地扫了眼 晶莹剔透的玻璃酒瓶 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他眼睛一亮 紧接着 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咳嗽的间隙 他仍不忘是赞上一句 好酒啊 李说 好喝 你就多喝点 李牧呢 是阴晴地又给满上 黑心笑道 对酒鬼来说 有酒万事足 两杯酒下肚 那大家就是朋友了 男人 就是这么的简单 李循环的酒瓶被勾了上来 端起来是又一口闷了 李牧又给倒上 小白 你怎么不喝呀 李循环奇怪的问 啊 李说 我酒量钱 喝醉的容易误事 李牧是挠挠头的 开玩笑啊 古龙世界啊 没有主角光环护体 他一个普通人喝醉了 那命还要不要了 而且 他喝醉了 那他的白痴客户 可就死定了 李循环是上下打量了一番礼物 从礼物的手里拿过酒瓶 咚咚咚地往嘴里灌了几大口 摇头笑道 有趣的小家伙 话音一落 普通一声 李循环是一头栽到酒桌上 一动不动了 第五集 啊 李牧傻眼了 他伸手推推李循环 李循环微微晃动 片刻 这呼噜声 竟然响了起来 什么情况 李牧欲哭无泪 好不容易靠上的剧情人物 让自己给灌倒了 哎 不是说好了大侠千杯不醉的吗 这还没一瓶了怎么就倒了呀 你的内力呢把酒逼出来呀 你喝嗨了我怎么办呢 哎大哥你是主角呀 没有你谁往后推剧情啊 倘若又是傻傻地跟着推了吧李循环 现在怎么办啊 他是有些蠢 但他也知道 在小李飞到的世界 李循环显然比李牧更靠谱一些 什么怎么办呢 李牧回看了一眼 现在 正是你和他增进感情的机会吧 哎 趁他追的时候 搞定他 我们马上就能回去了 李牧的眼神中 满满的都是鼓励 唐若悠的脸是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 咬牙切齿道 李小白你无耻 你把我当什么人啊 木珠吗 你不知道吗 喝醉酒的男人 还是有80%的鸡形率 去 李牧无语 这女人就是矫情啊 本来目的就是这个 那过程很重要吗 再说了 这鸡不鸡形的 很重要吗 不是说好了 回去就 就打胎的吗 哼 口是心非的女人 哎呀 她要有合适的药 她早就 李小白 我可以喝她那啥 但她必须戒酒 超过半个月以上 唐若悠是压地的声音 我要一个健康的孩子 唐若悠 你不要太过分啊 你只是强行增加任务难度 我有理由拒绝她 李牧是瞪眼的 我不管 否则我就不配合 倘若悠道 李牧是无语的皱眉 少爷 你怎么了 一声怒吼 铁船甲虚发结章 像一头发疯的狮子一样 粗暴地撞开了桌椅 奔着李牧冲了过来 小子 你竟在酒里下毒吗 喝醉了 李牧第一时间喊道 好不容易搭上了关系 她可不想因为铁船甲的莽撞断掉了 铁船甲一愣 看向李循环 果不其然 李循环红润的脸庞和均匀的呼吸 以及口中偶尾发出的诗音两个字的尼喃 证明 他只是醉倒了 罪了好啊 罪了好 铁船甲老脸一红 干脆利落地向李牧举了一个公道 少爷 对不起啊 误会你了 老铁 想你赔罪 赔罪什么的就不用了 李牧尴尬地笑了就 温度 老铁 你有没有接酒药啊 咱们是不是应该把李叔叫醒了 这冰天雪地了 就万一出什么事就不好了 唉 少爷已经十年 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 铁船甲看着李循环 怅然道 不要弄醒他 让他睡个安稳觉吧 他背负的东西太多了 可是剧情需要他呀 李牧干笑的 可是 这里很危险呢 诸葛雷是脸一抽 心说不要脸 你难道不是这里最大的危险吗 有我在 少爷不会有事的 铁船甲 扯过一张板凳 守在了李循环身前 李牧额头 青筋直跳 却没有任何办法 这憨糊 一旁 唐若悠是抱着手冷笑 他还在生李默契呢 厚厚的棉帘子 被掀开了 面目丑陋的 避邪双蛇登场了 门帘外 阿飞的身影一闪而逝 抢夺金丝甲的剧情 正式拉开序幕 你就是急封剑诸葛雷 闯进酒馆的白蛇 直面诸葛雷 两位高庆大名啊 属在下眼中 诸葛雷冷汗淋漓 悄悄扫了眼已经进入看戏状态的礼物 看他没有多管闲事的意思 这暗叹流年不利啊 就凭你也配成疾风剑吗 留下关外带来的东西 饶你的命 黑蛇登 赵老二登 两位怕是弄错了 咱们在管外交了货 飙车已经空了 扑出一遍 黑蛇出剑 立威 赵老二扑该 看着漫天飘洒的鲜血 以及赵老二的无头尸体 李牧脸色一白 头头是一阵翻诱 下意识地握紧了青脸剑 而唐若忧一声尖叫 干脆利落地昏了过去 黑蛇 白蛇 诸葛雷 客栈里的所有人 都被这一声尖叫吸引了过来 像一尊铁塔一样 挡在他们面前的铁船甲 微微皱眉 下意识地喷进了肌肉 Shit 李牧太阳穴是突突之跳 这目睹杀人带来的不适感 瞬间消失 该死的女人 该死的客户啊 贫了命的秀存在感啊这是 李牧扫过客栈里的众人 挤出了个尴尬的笑容 没事没事 你们继续啊 剧情的流畅性 已经被打断了 白蛇看了一眼金刚一般的铁船甲 问李牧呢 小子 你想多管闲事吗 你牙脑袋进水了吧 这看着铁船甲 你问我干什么呀 而且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想多管闲事了 李牧也是乌语啊 他扬了下手里的酒杯道 我只想安静地喝酒 哼 识笑 白蛇冷笑一声 赞道 他们的目的是金丝甲 他们也不想节外生枝 李牧袖手旁观 诸葛雷面现绝望之色 他瞥了眼李牧 是暗自一咬牙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黄金布包呢 两位果然招子亮 这次 咱们的确从关外带了包东西回来 不过两位来持李牧 这包东西 一刻之前 已经是那位少侠的了 说完 他用力一抛 黄布包袱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 是精准地落在了李牧的面前 你嘛 李牧愣了一下 这算是祸水东瘾吗 啊 这他妈就是江湖啊 你不惹事 事情也会主动来找你啊 原本的剧情 是诸葛雷未求活命 提出了和碧血双蛇 赌斗披虾球来着 但是走到现在 这剧情是完全崩了 不过这吐槽归吐槽 李牧也明白 他出现后引发了连锁反应 故事回到正轨的可能性 已经不大了 黄布包袱力 就是那金丝甲 小李飞到世界前期的重要道具 比黄蓉的软胃甲 毫不逊色的防身护具 他贯穿了梅花道的整个剧情 这原本金丝甲是落在了阿飞手里的 在抢夺金丝甲的过程中 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领盒饭了 之前李牧试图把剧情歪回正轨 没打算动金丝甲 但是现在呢 眼瞅着剧情崩了 金丝甲又摆在他面前 这再往外推 那可就成傻子了 金丝甲 怎么说也是保命的神器 尤其是他是个指挥 一手废物技能的半吊子货 那有了金丝甲 无疑多了半条命啊 再者说了 他一个堂堂的圆梦师 这送上门的金丝甲都不敢要 那岂不是太怂了吗 至于这剧情嘛 崩了就崩了吧 没有剧情 那就创造剧情 李牧不是迂腐的人 他伸手抓起了 装着金丝甲的包袱 不错 诸葛雷的确把金丝甲送给我了 铁船甲眉头微微一重 回头看了眼李牧 中计了 诸葛雷狂喜 眼底的嘲讽是一扇而过 年轻人到底江湖经验浅薄呀 江湖可不是功夫高就能混得开的 无论是他 还是碧血双舌 都没有暴露着包袱里装的是什么 可没想到那少年竟然就一语道破了 哎呀 少年人贪力 可不知道江湖险恶呀 诸葛雷可以想象 那少年一路上就要面临的腥风血雨了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就算他有一身邪术 可又能打出几根钉来呢 不过 这也正合了诸葛雷的算计 李牧带给他的耻辱 那可是大方 他巴不得李牧被人挫骨扬灰呢 还有那碧血双舌 能死那少年的手里 那可就最好不过了 结实他诸葛雷还是最后的鹰将 所谓江湖 管他什么手段 活下来才是能耐呀 小子 别自作聪明 既然你知道包袱里装的是什么 就应该听过我们辟邪双舌的名堂 包袱丢过来 饶你一条小命 白蛇面色阴沉威胁道 自始至终 他的注意力都在铁船甲身上 一个罪鬼 一个昏倒的柔弱女子 还有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白脸 这样一群人中 最大的威胁 应该就是那个铁塔一般的壮汉 李牧抬眼看了一眼 闭血双舌 沉吟了片刻道 杀了自作聪明的诸葛雷 话音未落 黑蛇反手出剑 剑刃干脆利落的 穿透了后退的往门口溜的 诸葛雷的喉咙 此时 诸葛雷距离大门口 大约只有一米多的距离了 眼瞅着就要逃出生天了 当黑蛇的快剑插进他喉咙的时候 他的脸上 一副惊恐和不敢相信的表情 黑蛇收剑 诸葛雷的咽喉 顿时标出了一道血剑 生命 飞快地从喉咙流逝 诸葛雷双手用力压着自己的伤口 却又怎么捂得住呢 那鲜黄的血液 不断地从指缝中涌出来 他愤怒地瞪着李牧 眼神里满是不甘和愤恨 看着努力挣扎 不想咽下最后一口气的诸葛雷 李牧摇摇头 江湖啊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 生命竟然是这般的脆弱呀 这一定要谨慎又谨慎了 在脑海里闪过了哲学家般的感慨和总结之后 李牧看着壁血双蛇 悠悠地补完了他的话 杀了诸葛雷 我也不会把金四架给你们的 声音很轻 可却清晰地传入了客栈内 所有人的耳朵里 铁船甲的眉毛 不自觉地抖动了一下 暗中叹了口气 诸葛雷呢 仿佛听到了最大的笑话 他伸出手指着壁血双蛇 想笑 却又笑不出来 鲜血倒灌进了喉咙 发出了奇怪的嗝嗝声 一大口鲜血 从诸葛雷的嘴里涌了出来 他仰面栽倒 脸上定格了一副奇怪的 类似于解脱或者释然的古怪表情 小子 你找死啊 遭受了戏怒 壁血双蛇对李牧 是怒目而视 异口同声的喝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